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很多国家的足球相比 中国足球确实缺乏传统 但是即便是没有传统 或者说我们的传统很短的情况下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仍然不够尊重 其实2013年对中国职业足球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将会是我们的职业联赛的第20年 所以从今天的节目开始 我们将推出系列节目 曾经假意那是中超 我们一边回顾我们过往的经历 一边想一想我们都经历过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干 我们怎么样面对未来 这期节目我们献给延边 我是延边人 也是少数民主 就是为延边周全做贡献我的一份力 我们的村民就是从外地赶到我们园局过来看迷赛 这20块钱虽然钱不多 有些人就确实是买不了这个票 所以早就准备好自己爬上的那个看球准备了 心情嘛就是肯定不是那么好受 客场到我们原本来 我来当时就0比0的很紧张的时候 我那个在那个地区外 我也是过两个人 就是不算休息 30年左右 在大连队的眼里 延边奥冬队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韩国风格 但是他们距离韩国的职业队尚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这一场假意联赛 对他们来说 只不过是一场普普通通的客场比赛 大连是我们国内是最强的 当时也是四十几路苦怪的 然而比赛的进程 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场上均衡的局面 仅仅僵持了不到70分钟 在5分钟之内 一面奥冬队就把大连队拿队推到了悬崖的边缘 在乱军当中高祝勋得球 他把球从徐红的两腿之间输送过去 这一球越过了徐红 也越过了张恩华 应该说这一路球完全得益于高仲军 冷静而又机制的这一团球 我呢回车接球把他组织也好 打出前中锋也好 所以说我教练就观察好那个教练一直 老东的机会 球进了 这是12分40秒的时候 13号黄东春 当时我们对那个晋轻也跟我距离很近的情况下 也是球啊就是拿那个胸部听球 球嘛也是好好的就突然去这个点球 快结束的时候 从轻力反对还是反超我们 脚球 脚球反超以后 我们当时是很生气 然后就结束以后就是说这句话的 不后悔 当时我们研编队嘛就是勉强维持这个这个甲油这个水平 基本上就是没有大企业 站住我们群的 就能靠正常 所以我们2000年就 从这个甲油调集以后就卖一个这个 很多立场 那就基本上以后就没有 再见不到了 就加以这种水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